目前印度新冠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52万例 并且连续17天单日新增病例超过5万例 其疫情形势可谓越来越严峻 不过就在这时候 印度总理莫迪却突然宣布 该国研制的新冠疫苗将很快问世 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 当地时间8月15日 莫迪在印度独立日庆祝活动上发表演讲时称 所有人都在等待新冠疫苗问世 而印度研制的三种候选疫苗正处在不同的测试阶段 莫迪强调只要他们的专家和科学家发出信号 施衣疫苗安全通过 印度制造的疫苗就会很快上市 当谈到印度研制的新冠疫苗能否大规模生产时 莫迪称他们已经准备好了生产设备 可以为全印度的每一个人提供疫苗 据莫迪所说 目前这些候选疫苗的临床试验 正在与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一起在印度各地进行 莫迪在独立日当天突然宣布这个消息 会引起何种舆论拭目以待 不过此前 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总干事 巴尔拉姆·巴尔加瓦给一家疫苗研发医院的信 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 引发了科学家们的抨击 在信中他要求医院加快疫苗的所有批准进程 并且加快人体实验 以便在8月15日前推出新冠疫苗 对于不遵守该规定的情况将严肃处理 这一要求引起了轩然大波 批评人士指责 为疫苗测试留下的时间太短 而且8月15日是印度的独立日 这一期限似乎是将新冠疫苗作为了限礼工程 就连印度科学院也表示 不合理 闻所未闻 未有先例 虽然研究理事会试图解释 他们并非是要在疫苗安全上妥协 但这还是损害了印度科学界的信誉 分析人士指出 从今年1月底报告首例病例 到7月17日确诊病例突破100万例 印度用了5个半月 但从100万例到8月7日的200万例 印度仅仅用了三周的时间 这表明目前印度的疫情 已经由最初的温和爆发 变成了指数级增长 此外 印度的贫民窟疫情 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原本在城市的肆虐的疫情 也开始向农村蔓延 更令他们心慌的是 受新冠疫情的冲击 该国经济也受到了巨大冲击 抗疫还是重启 印度已经陷入了两难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 也难怪印度急切盼望新冠疫苗问世